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烧 除了知名的啤酒商 因为与新冠病毒疫情同名而停止生产 瑞瑞乡图书馆旁的台湾梭罗树 目前正值开花期 但是因为花朵长得像新冠病毒的毒株 意外成为了热门拍照打卡的地方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 一块来看看究竟有多像 矗立在图书馆大门旁的台湾梭罗树正开花 白色或黄褐色的花朵交织 花团紧触毫无人哦 不过它就是被地方笑称是瑞瑞堵王的大树 这个花好像是那个 那个杨妹妹很喜欢吃那个 这个是台湾梭罗树的花 瑞瑞的病毒 台湾梭罗牧的花朵为两性花 多花钱密集 排成巨之或圆锥花絮如一朵花球 放射状外观 与新冠病毒株还真有几分神似 许多民众好奇 拍照上传社群网站 也引发网友热议 防疫期间意外成了热门打卡的地方 瑞瑞竹树馆 我们旁边有种一棵 台湾梭罗树 那它的开花好像我们新冠病毒的那个病株 所以大家就想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心情非常的紧张跟郁闷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通过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 所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开了这个花 让我们用调侃的心情 每年青年节后开花的台湾苏罗木 放射状的洁白花朵会转为黄色 并散发出特殊的清香 褐色木质硕果 成熟后开裂 种子有翅可以远飞 为台湾常见的景观树种 防疫期间正在修整的图书馆 因为门前这一棵台湾苏罗木而意外成为了打卡热店 瑞瑟乡长陈金光也觉得有趣 指出预计最快六月底完成整修的乡立图书馆 希望在疫情趋缓后 大家来赏花拍照之余 也来图书馆开卷有益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导